中美贸易战有望谈判,但分析师认为美中角力是长期抗战,贸易战只是其一环节,双方都叛吸引或留住高附加价值产业,台湾要思考如何在两大强国下走钢索,取得平衡,路透,分享。 中美贸易战有望谈判,但分析师认为美中角力是长期抗战,贸易战只是其一环节,双方都叛吸引或留住高附加价值产业,台湾要思考如何在两大强国下走钢索,取得平衡。 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4日公告长达45页的301制裁清单,预计对约1300多项中国制产品课征25%的关税,中国进一步提出报复措施,对原产与美国的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 中美贸易战尽管台面上以牙还牙,但开始有走向谈判的迹象,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德洛,Larry Kudlow,明白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是棒子及胡萝卜欺羊,关税制裁是逼中国上谈判桌的策略,他要大家别反应过度。 资深股市分析师林承映今天接受中央设计者访问指出,观察美国公布的301制裁清单对美国消费者影响不大,以避开有敏感性的产品不会危及物价,而中国虽然也公布产品清单。 预料最后双方会用谈判来解决背后的战略都不是真的为了启动贸易战,但林承映认为,美国和中国一连串的角力战是长期抗战,美国必须防堵中国以取得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因此投资人要有心理准备。 中美贸易战只是其中一个策略环节,后续可能还会有其他布局。 林承映分析中国宣示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揭示10年内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政策蓝图,希望吸引与留住高附加价值产业。 而川普也积极起到美国制造,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投资美国威斯康星州100亿美元设立面板厂,预料不会是唯一前进美国的台湾企业,而为防堵压制中国。 美国为首的国家会有一连串战略出手,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角力不是在贸易战落幕就结束。 统一投顾董事长黎芳国则表示,川普扬言启动贸易战的动机是美国优先与美国制造,将加速在中国基地生产的厂商回到美国。 台商未来也会有前往美国设厂的必要性。 黎芳国认为,过去中国是工厂,美国是市场的观念会被打破,全球分工的角色将被模糊。 台商夹在两大霸主之间,如果要做美国生意恐怕就得去美国生产,增加美国当地聚业机会。 反之亦然,美国与中国就像两艘船在海上交战,而台湾则是随浪起伏的独木舟。 林承映坦言,台湾能做的事情不多,有点走向钢索,还是小心维持平衡,如何能在两墙中间取得有力位置,是一大考验。 锐展产经董事长陈忠蔚表示,台湾是以外贸为主的国家,在贸易战底下当然受害程度高,台湾在经济上去中国化不太可能,但要成为有竞争力的企业,势必要采取全球化布局,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存度。 政府先前号召新南向政策,陈忠蔚建议,新南向的目的就是要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存度,不管是东、美国、西、大陆、南、东协、印度,像都可以。 贸易和经济依存度对任何一个国家依赖太高都是不好的现象。 编辑张军茂 编辑房